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8月19日 星期五 政府又有些搞笑事出來 東南亞那宗騙案 保安局呼籲港人求助 說之前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頻道 月費贊助 Patreon 支持 多點分享 和老友講 現在講新聞在星期二日報 日報適合我名字 好 開始 東南亞騙案近來成為關注點 保安局副局長卓孝葉說 昨天再收到三宗 港人被誘騙去東南亞國家求助的個案 連同早前收到的個案 至今懷疑受騙未確實掌握去向的香港人 有11個 搞笑事例 卓孝葉呼籲香港人如果在外面 遇險 可以向入境處求助 如果電話沒有漫遊 有數據可以透過入境處的應用程式 打網絡電話回來 如果網絡信號太弱 連網絡電話都打不到呢 入境處應用程式有表格的 他就說 你按下去填一個簡單的資料給我們 即使不肯定自己位置 見到什麼 可以拍一張照片 透過表格交給我們 卓孝葉今早上電台說 目前未確實所在地點的11名港人 大概掌握到他們是哪個國家 相信身處緬甸、泰國和柬埔寨 他們依然不能定期聯絡家人 人身自由暫時都是安全的 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但是暫時是安全的 蔡宏葉又說 港府至今收到23名香港人求助 其中12人已經安全 初步了解大部份香港人 都是網上求職廣告 中了網上求職廣告 見到有人請人做賭場 網上代購推銷這些 當他們獲派去到東南亞國家之後 他們去到東南亞國家之後 你就見到一些蛇頭那些 那些人會載你去酒店 搞你 如果拒絕未能達到指定的金額 就是做事 就被虐打或者要家人補足金額 港府和當地的中國大使館 是有聯繫的 協助遇險的香港人 亦都會透過國際刑警 調查這案 其實他們真是虐智的 他真的用這麼短的時間 就想到這個方法 簡直是天才 你做副局長 真的浪費了你 應該去緬甸闖一闖 KK園區 在等你 上校業 不要 問誰 一去到你就給賊 收電話 對吧 你怎樣上APP 我今天看其他新聞 有些跳車 真的好像電影一樣 上校業 你不要這麼弱智 現在各大討論區都在笑你這些智障 你還說話 你是不是弱智 好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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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